! 這是荷蘭越野民島 院長報告 10月25號晚的新聞 首先是國際消息 在1971年 10月25日 聯合國通過了第2758號決議 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聯合國合法席位 同一日中華民國代表主動宣布退出聯合國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入年50周年紀念日發表講話 輪述了中國在聯合國的貢獻 並強調維護聯合國的權威和地位 實戰多邊主義 10月25號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表示 新中國恢復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 是世界上的一個大事件 亦是聯合國的一個大事件 這標誌著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中國人民 從此重新走上聯合國的舞台 這對於中國對世界都具有重大而深遠的意義 而台灣方面就指出這份決議 只是決定了聯合國裏面有關中國代表權值次的問題 並沒有授權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體系代表台灣人民 而美國國務院10月23號的一份聲明中說 美國和台灣官員就如何讓台灣可能有意義地參與聯合國事務進行討論 讓這個話題再次受到了高度的關注 今年意大利一行國際攝影大賽在22日公佈比賽結果 一張題為《生命的艱難》的照片 奪得了年度最佳的照片獎 照片中可以看到一名失去右腿的父親 高舉起並沒有四肢的兒子 兩個人都露出燦爛的笑容 《華盛頓郵報》報導說 這張照片是由土耳其攝影師阿斯蘭拍攝的 照片中的父親名字叫做艾拿薩 在市集裏面被炸彈炸到失去油腿 另一個人物就是艾拿薩的長子穆斯塔法 他有先限性的四肢切斷綜合症 因此並沒有手腳 攝影師阿斯蘭表示 自己是在土耳其南部遇見這對父子的 攀談之後 了解到有三個小孩的艾拿薩 為了替穆斯塔法尋找賈子已經搬家多次 三年前 艾拿薩的一家人 住在敘利亞北部 這是敘利亞反抗軍控制的最後一大片孤立地區 經常受到政府軍和盟友的攻擊 逃離這個地方之後 一家人只能靠人道組織的援助 到日 阿斯蘭感嘆地說 希望通過他的鏡頭 換起外界對難民而同的關注 也希望能夠減緩 甚至消除部分人士對難民的厭惡 七國集團暗中批中國外交部回應 七國集團貿易部長會議10月22日在倫敦舉行 與會國的代表同意合作消除供應鏈中出現強迫勞動的情況 對此中方作出回應 G7貿易部長舉行線上會議並發表聯合聲明說 全球農業太陽能服裝等行業存在著由國家支持 針對弱勢群體和少數族裔的強迫勞動 雖然點名並沒有提及任何國家 但是中國新疆維園以治治區的人權問題顯然是目標 來文稱G7貿易部長們對全球供應鏈中使用任何形式的強迫勞動 包括國家支持的對弱勢群體及少數民族進行的強迫勞動 表示關切 在10月25日的中國外交部例行記者會上 發言人汪文斌回應說 一段時間以來 少數西方國家大師散佈所謂強迫勞動的謊言謠言 抹黑打壓發展中國家 干涉別國內政 破壞國際產業鏈、供應鏈的穩定 干預應對氣候變化的全球合作 汪文斌表示 這種打絕人權的防止 大搞政治操弄的行徑 注定不會得逞 亦會受到國際社會的普遍抵制及反對 澳大利亞稱與美國共進退以對付中國 澳大利亞國防部長達頓表示 如果中國武力犯台 澳大利亞將與美國共同進退 又說中澳是否開戰取決於中國的態度 澳大利亞國防部長達頓 10月24日接受澳大利亞天空新聞台的訪問 達頓表示中國對台灣的企圖已經很明顯 同時美國對台灣的態度也很明確 達頓說 澳大利亞內閣國家安全委員會 在過去的六年以來 已經持續關注中國可能武力犯台的問題 而從中國以對待香港的方式來看 顯示中國已決定要進一步對付台灣 這裏是荷蘭熱語頻道 如果你喜歡我的視頻歡迎點贊、轉發和訂閱 好,回來看看中國的消息 視頻傳,孟晚舟回到華為上班受到歡迎 10月25日是華為創始人任正非的生人 一段由華為員工拍攝的視頻片段顯示 孟晚舟已經回到華為上班 她身穿著黑色上衣和超短裙 雙手揮動著 在場華人員工不斷歡呼 有人叫她女神 據員工對記者表示 拍攝的地點是在深圳板田的園區 其中一段視頻顯示孟晚舟在場發表感言 孟晚舟說 過去三年雖然雙隔萬里 昼夜顛倒舉報為奸 但是大家同舟共濟 陸力同心披荊斬擊 團隊越戰越勇 9月25日晚 孟晚舟坐著中國政府的包機從加拿大抵達深圳保安的國際機場 根據中國深圳防疫隔離政策的要求 目前已經過了21日的隔離期 除了華為首席財務官之外 孟晚舟的另一個身份是華為創始人任正非的女兒 1987年 華為成立1993年 孟晚舟加入華為 歷任華為國際會計部總監 華為香港公司首席財務官 帳務管理部總裁 最後升到是華為副董事長兼首席財務官 即是CFO 2018年12月1日 加拿大邊境服務局 應美國政府司法互助的要求 逮捕了在溫哥華轉機的孟晚舟 歷時近3年的華為首席財務官孟晚舟案 以美國撤銷對其引渡要求而 或上了休止符 中國又有一個貪官落馬 新華社10月25日消息 中國兵器工業集團有限公司 原黨組書記董事長允家瑞 涉嫌受賄為親友非法謀利一案 由中國國家監察委員會調查終結 而送檢察機關審查起訴 目前最高檢依法以涉嫌受賄罪 為親友非法謀利罪 對溫家瑞作出逮捕的決定 目前這件案正在進一步辦理之中 公開的資料顯示 溫家瑞出生於1956年 現長安汽車集團的董事長 2010年 溫家瑞調往中國兵器工業集團 2018年8月時任中國兵器工業集團黨組書記 兼董事長的溫家瑞提前退休 當時溫家瑞只有62歲 距離副部級官員退休年齡還有三年時間 2021年4月4日 已經退休兩年多的溫家瑞被查 成為又一位來自軍工的樂馬老虎 中紀委通報說 溫家瑞因為嚴重違紀違法被開除黨籍 按規定取消他享受的待遇 收繳他違紀違法所得 將其涉嫌犯罪問題 移交檢察機關依法審查起訴 所涉的財物一併而送 通報說 溫家瑞長期違規持有高爾夫球卡 癡迷打高爾夫球 違規收受禮金 貪婪自私 家風敗壞 靠企業吃企業 支持縱用親戚違規經商謀取巨額的利益 搞前式交易對巨額國有資產損失 扶有主要領導責任 濫用公權力將本打位的盈利業務 交給親友經營謀取私利 導致國家利益遭受巨額損失等等 中國教育界雙減政策是怎樣的呢? 中國教育部25號根據北京上海等地雙減工作推進情況 發佈雙減工作試點地區典型案例 其中北京和上海已經大幅壓縮校外培訓機構的數量 根據中國央視新聞報道 北京線下學科類無證機構壓減率是98% 原有各類培訓機構壓減比例是60% 無證機構動態清零的有12個 北京市還建立了預付費資金交管機制 加強辦學許可證的管理 明確辦學培訓的規範標準並建立專門的管理平台 截至目前為止以累計對120多家機構予以通報 對多名教師調離教師崗位對多家為規企業最多罰款 1500多萬元 中國大陸新一波本土疫情蔓延 首都北京市呼籲市民最大限度減少離開北京的活動 據北京日報報道 北京市政府新聞發言人 25日在疫情防控新聞發布會上說 北京陸續發現了京外關聯和本地的病例 疫情的嚴勢嚴峻複雜 首都面臨的疫情風險和防控壓力持續增大 他呼籲要最大限度減少出京的活動 在京人員近期沒有必要不要離開北京 不要前往新增感染者和中高風險地區所在的地級市 中國昨天新增35例本土確診病例 其中兩例在北京 目前一般人去北京很難 隔離時間相當長 而北京在下星期日舉辦的馬拉松比賽已經宣布延期 據悉 目前被中國衛健委列為中高風險區的省市有 北京、內蒙古、貴州、甘肅和寧夏 已經下令禁止這幾個省份 跨省的旅遊 中共的陸中全會 馬上就要朝開 而北京冬季奧運會 也進入了百日島計時 因此怎樣應付這波疫情是個考驗 中國內蒙古赤豐市一群平均年齡只有17歲的少年 在短短兩年之內犯落了54宗暴力犯罪 其中現年23歲的主犯黃嶺 山嶺的嶺 被控強姦29名女性 當中28人未成年 值得注意的是 29名受害者中無人報案 亦無人提出民事賠償 受害者選擇了沉默 或者出於恐懼黃嶺的勢力 或者擔心事情張揚之後影響自己的名聲 很多人在時候陷入了抑鬱情緒當中 選擇了絕學和自殘 去年10月14日 赤豐市中級人民法院作出一審判決 黃嶺因為犯強姦尋人之事 罪眾鬥勾強姦衛視等十項罪名 被判處死刑 其二十八名被告分別被判 籌一年半至十八年半不等 一審判決下達後 包括黃嶺等五名被告提出上訴 10月15日至19日 這段案件在內蒙古高院二審開庭 目前還未宣判 民眾質問香港馬拉松組織者 為何不准為香港加油? 昨天舉行的香港馬拉松 是港區國安法實施後的首個大型活動 原來說尊重着裝自由的主辦單位 在與警方開會後改變態度 禁止香港或者香港加油致養 出現在參賽者的衣服上或身上 引起網民的反彈 不同的評論員指出 中國官方媒體曾經多次以香港加油為題 和香港加油的內容鼓勵香港人 諷刺了馬拉松塞的組織者 是低級紅 而香港政府就是反智 近日有個大陸女博主在社交平台 分享的一組切爾諾貝利打架照片 引發關注 這個博主說她參加了當地的旅行團 來到世界上最危險的旅行地之一 穿著便裝在幾處遺跡前拍照 照片發布後引發熱議 有網友質疑博主誤穿著防護服的行為 並認為她不應該宣傳這種地方 可能會造成誤解 吸引更多人誤穿著防護服前往 亦有人說博主拍攝的照片 增加了她對赤爾諾貝利的了解 在評論區博主解釋說 自己大部分時間穿著防護服 會穩複射量數值比較低的地區 穿著便裝拍照 今晚新聞報導到此為止 我們明晚同樣時間再見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